这是远古的王者,最大的猫科动物,剑齿虎。 成年剑齿虎体重可以长到800斤,和现代虎最大的区别除了体重以外,就是它的獠牙。 超长的獠牙可以让它们轻易单杀那些大型的食草动物。 不像现在,一两只狮子都干不过一头野牛。 不过造物主是公平的,当你得到一样东西的时候,也必然会失去另一样东西。 正是一堆獠牙让剑齿虎失去了速度以及捕捉小型动物的能力。 随着大型食草动物的减少,不善于快速奔跑的剑齿虎在狩猎中输给了那些更加灵活的猫科动物。 现在我们只能从骨骼标本中看到当年草原之王了。 希望核酸检测企业能像剑齿虎一样赶快灭亡,因为那时候疫情肯定也消失了。